我现在我要先示范一下什么叫Primitive Modeling Primitive Modeling就是说你用这些最基本的那个造型对吧 他可以把这些造型的这些模型的都可以呃可以模就可以做任何的模型 就从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基础的模型就从这边来的最基础的模型 他可以变成千变万化然后就可以变成类似这样的模型 这也是之前我做的ok就是一个电影的项目了 但是呢这些都是我从那个最简单的模型就用这些这几个tool里面给它变化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教你们就是这个就是当你们要学做建模的时候 你们要你们要最重要就要懂这三这四种模型来变化 好我先示范一个什么先用Q来做一个示范 现在我要做一个首先我复制一个然后可能我跟他压缩 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建模 你们可以从这最简单的建模里面呢学习到如何用个最简单的那个模型 稍等了就用这个吧来这边呢 这一个q你点击你拿这个呢来做你们想要做的建模 我先我先我先示范一个建模吧先把它压缩 skill它然后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因为我要看到它的那个wireframe 所以点击这个 然后点击这个 这个 所以我先做一个b 有ctrl v的啊 这个就是经常用到的图 所以我点击 然后我给它 这样 可能太多了 我还缩小一点 太多 然后segment要多一点 你觉得看起来还ok 然后来这边 select这个 然后我们来extra extra就是挤压的意思 extra也是经常用的图 在这边看到吗 extra或者你来这边 ctrl v也是可以 点击 然后缩小 然后按点击再按g g就是重复就在我之前的那个hotclick里面 我有讲过g就是重复的意思 g还有重复extra的意思 然后来点击 enter 你doubleclick 它就会 select到这个tool 然后再按bivert 一个帽 帽似电话的东西就这样子出来了 就从一个q做出来了 好 隐藏掉 到最简单的这个 到slender吧 上slender 我们能做吗 就复制一个团 slender呢 他这边会有不同的属性 你可以加的 参数 然后你就可以给他可能 你不要给他这么多多变形 16 ok然后 然后 你可能 他的那个daryl daryl 就可能点5 就被他这么多胖吧 可能点6 然后你点击一下 你点这个 vertex 然后你按 right click right click 按ctrl to face 它就行为全部select 到那 face 然后你来按这个最常用的tool extrude 你点击这个 把它变成中间 拿出来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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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这样缩小 应该是来这 中间啊 它就会缩小到你要的那个 造型 按 g 重复 重复extrude g就是重复啊 重复刚刚的那个指令 然后 按这个 按这个 g 多一次 再点出来 ok 然后 select 把它缩小一下 然后来这边 按the text点击这个 或者 别那么麻烦 and face select 全部的face 但是我怕它 我怕它这样子会select到后面的 所以你要按4 你确实它会select到后面 然后你再按control control就是把它deselect掉 然后你就 按这个 就是那个 extrude 点击这个 然后你 因为你是 你看到它的那个 这个 你要这样子 你要你要你要按这个 因为它这样子是 你这样子是 是是不均匀的 所以最好呢 还是按中间这个 它就会均匀 均匀一点 这个你可以给它缩小还是什么 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spirit2 multi cut2 你点击按control 它在那边加一条线 是那个 potex那边 那就 就起来 就看一下你 你要了 就是你要的那个矿泉水的样子 是长什么样子 看你的模型吧 是 那种某样子 按4 按4 就透明了 按5 就看到 看你了 做成一个这样子 就是只是用一个最简单的2 改变成你要的模型 按 你看啊 你看啊 挤压点 上来 按 按 这样 然后就到那里求 求和 一 求来你就来这边 求那个做什么呢 可能我们可以跟它做成一个 16吧 然后 下面 按 按 spacebar right rightview 你看看旁边 然后按4 删除掉 然后你就来这边 按 按 5 有可能你解释你这个你要给它稍微宽一点 按 那个plan plan 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来这边 就可能不要这么多了吧 这个就是它的属性咯 它有多少个 呃那个 所以你可以这个圈很好用的 你要你要它多少个 呃 wireframe 可能它五条wireframe就好 你上来 你按 你按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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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有的 按 一下 银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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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按ctrl把不要的给它select 然后 因为这个不好你可以来这边select 这边有个select tool啊 你点击啊 它就可以soft selection 当你select这个东西啊 它就比较柔软一点 再看呢 让你给它夸张一点 select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到后面 就看起来比较organic点 你就不一样 就不好看 然后你就 你有时 就如果你做机器的话 你有时候你要 你做机器或机器的那种 不要rezy的造型 就不可能 就 不要用到这个这个soft selection tool了 这样呢 爽机 然后我按它 压平一点 这个是没有成本 看帽子长什么样子 黑 看 这样子 下来一点吧 就可能要用这个 to 不要soft selection 就不要输 不要 当你select它的时候 你拉下来 它就会比较柔和一点 有时候他做了点参考了 因为我们 会全部靠想象 这些分布 这些分布 就 然后你可能居然不够漂亮 可能可以用那个 reform2吧 我们叫litex litex可以加点那个吸气 然后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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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不这么圆了 就不叫圆 就是就是不是不是这么圆了 对还没有这么圆 然后可能这个下面可以跟他这样 一点造型 因为你不认识 他就会恢复原状 你看 所以 你要把这个东西变得很干净的那个模型叫db history 要来这边db by type history 就干净了 你看他就没有这个属性了 干干净净的 对 网围 然后按这个按v snap 按v snap nv snap nv snap 就跟他跟住好了那个先走 看这个有吗 这个不需要 那就这样就好了 n4 上去 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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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简单的 简单的那个帽子吧 对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tool 做出一个简单的帽子就好了 可能这个给它拉长一点 可能用这个votex2 来拉长 按0 主要是它用这个来拉长呢 它不应理 假设你看我select这个地方 我拉长这边呢 它后面这边没有受影响 就它这边没有受影响 它是影响这边 这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看的模型 然后deliver time history 然后再给你加一条线吧 加一条线在这边 加一条线 按control 加一条线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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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长一点点就好了 这样OK了 然后点击这边 然后那里面拍try history 就大概大概就是一个简单的帽的帽子 看我们之前做了什么 一个瓶子 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你用一个最简单的tools 你就可以做出很多比较 就是说你们要学会用这三个 这几种最简单的tools 来做成一些比较复杂的模型 基本上这三种模型就可以做 做进天下所有的模型 像我这些我都是用这些简单tools来做出来的 这些都是用些简单的 当然这个会比较复杂 但是这些基本上都是用些简单的 就是用很primitive的那个基础模型来 来改造的 包括这些都是这样 好今天的那个primitive modeling就到此 把它做成了 好的 好 这些了 就這樣 这些 erro 我最好 这里 关系 我们 突然